我们进入存货的第三个重点 叫期末即将 存货的期末即将这个词叫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输低法 输低法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输低法 这是我见过准则最拽词的一句话 可拽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输低法 这个输是个文引词 是谁的意思 英文叫护 所以这个词的话呢 应该翻译过来叫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输低法 啥意思呢 这里面呢先得解释什么叫做成本 来来来开始 啥叫成本呢 成本的话呢 说的是那个账名欲额 什么叫可变现呢 可变现呢 就是主要指的是完工代售品啊 就是它在当前的行情下 你把它卖掉 能落多少钱的意思 我给你举个例子 iPhone X Pro Max iPhone X Pro Max 本人买过一部 当时呢 为了搞直播事业 做网红嘛 所以说需要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这18年买的 18年买的 买完之后呢 当时我们在当地 我是排第一位买的 光这个排位费交了700块钱 买完之后特别的兴奋 就去北京上课了 给毕马威培训税务师 早上起来7点半吃麦当劳 然后呢 刚坐下正准备吃 拿着手机正在这抠吃呢 在我的桌子的斜对角 是一位中年妇女 在我的旁边坐着的是她家姑娘 她正训她家姑娘 那姑娘被训得哑口无眼 我在旁边似听非听的 听他们俩聊 就聊到了一句话 她就姑娘想换手机 这老妈就生气 然后呢 指责她 那话非常的难听 啊 换个手机 要花一万多少块钱 傻缺才干这事呢 注意啊 我那手机花了一万三 我当时拿着手机就一哆嗦 那标子的桌子上 我看了她一眼 应该不是骂我 但是我是无意中受伤了 这个手机的话 当时我的取得成本 是一万三 超贵的一个状态 成本 比方说 成本一万三 我自己的这批货 就是一万三进的 一直啊 没卖出去 到iPhone11亿出来 这东西瞬间就贬值 成本一万三 那现在她能卖多少钱呢 可变现净值 这个可变现净值 等于目前在iPhone11出台之后 iPhone10的市场报价 预计售价 比方说就卖多少钱 8000块钱 然后你卖的这个过程中 你还有税费呢 预计税费 比方说是1000块钱 你告诉我你到手多少钱 到手7000 这就叫可变现 对了吧 就是这个 iPhone10 Pro Max的成本是一万三 如果说呢 你囤的这个手机 就这一步 等到iPhone11上市的话 你还没有卖出去 它肯定会贬值嘛 这个贬值的话呢 你怎么算贬值呢 先算他能卖多少钱 预计报价8000 税费1000 到手7000 请问他贬多少钱 贬了6000 贬了6000 这叫应提足的减值准备6000 如果他曾经提过减值准备1000 那就补5000 分若怎么做 借资产减值损失 带存货 递交准备5000 如果他曾经提过减值准备7000呢 那就应该反冲准备1000 反冲准备的分若是 借记存货 低价准备1000 代计资产减值损失1000 倒了些 看懂了没有 就这么一个套路 我们刚才聊的叫完工代售品 完工代售品指的是工业企业的产生品 或者是商贸企业的流通商品 这个呢 是可变现是怎么算的呢 是预计售价 减去预计销售中的税金和费用 就刚才说的那个8000 减去那个1000 烙的那个7000 就这意思 所谓可变现 其实说的就是在当前的市场行情下 你把它卖掉能烙多少钱的问题 这里面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你的预计售价用什么口径呢 有合同约定的按合同价 没有合同约定的按市场价 问题是如果说你有两个存货 一个是有合同约定 一个没有合同约定 你怎么办呢 一定要拆开 但不管怎么说呢 我再回到刚才那个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输底法的原则 就是你算完了成本 算完了可变现 要算输底口径 按最低口径认定 这是谨慎吗 对它的减值 刚才你也看了 要进行减值提取 这是谨慎性考虑 我们看一看合同非合同 共存时的完工代售怎么算减值 请听题 假公司库存商品100件 单件成本120 合同订货60件 合同订货价170 市场一般售价150 税费36 咱假定每件税费 不管合同非合同都是36的销售税费 这里面呢 我们开始分析 先分析第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合同非合同 合同非合同 它的成本是多少 合同订货 非合同订货成本 这是7200 这是4800 怎么来的呢 它是一件120 这个是乘120算的 这个也是乘123 然后再往下算 可变现呢 这个怎么来的呢 你看 这个是合同的60件 这个170合同件 减去60乘以36 这是合同这波存货的销售税费 合同的价钱减去税费 算出合同部分的可变现8040 那么它的贬值幅度是多少 人家没贬值 人家增值了 增值840 增值840 属敌口径 算它作为计较 那就没有简直 你管它 增值是不认的 可能增值是不认的 然后呢 再看这个非合同 非合同的话呢 是40的一般 非合同 非合同就一般的情况 它的是一般售价 减去非合同的40件 乘以税费36 算出可变现4560 它和48的成本相比 它贬值幅度达到240 这叫应提足减值240 应提足减值240 那有个问题啊 算谁做期末计价 算它呀 这样的话呢 我问你个问题 你说那个存货的期末计价 到底是多少 存货的期末计价啊 就应该是熟底打包 722加上4560 应该是11760就对了 没错 11760 验一下 722加上4560 没错 总之这个题呢 你会发现 当它的完工代售品的结存 有合同订货和非合同订货 一定要拆成两批货 分开测算 其贬值与否 那我不会把它加在一块算 不更简单吗 你加在一块算 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 你可以算一算 如果加在一起 你算一算 加在一起的话呢 总成本是多少 7200加上个4800 加在一起 这是12000的成本 总的可变现呢 8040加上4560 这是12600的 可变现 如果加在一起看 它是增值600 看见没有 没有贬值 是不确认的 要维持一万二不变 那你 没有加的一块 分开算 我们算的期末 即将是11760 你把它合同一块算 算的是12000 维持原成本 那你告诉我 谁的简值算得多 当然是分开算 简值算得多 你合同一块算 它会变成增减值的 一个相互冲底 你的简值一定是算的幅度最小的 你是不符合谨慎原则 知道吗 你是不符合谨慎原则 所以说必须要分开算 必须要分开算 这个事呢 我再强调一遍 你的库里面的完工代售 有合同订货 有非合同订货 一定要当作两批存货 分开设算其成本可变现 分别认定其增减值 千万别打包 因为打包就像刚才这个 你会发现 它会出现掩盖损失的计量问题 OK 走 刚才说了 那个贬值幅度是多少 244 就这个呗 只认这个呗 应提足准备244 提过多少 提过100 不140就可以 解释成减了损失 但存货 递交准备140 如果他提过300呢 那你就多提了60 应该反冲 借存货 低价准备60 代资产减值损失60 再看一个题 甲公司期末存货 成本可变现净值 熟低计量 哎呦 这是多少 1000台 订货啊 单台15000 库存的是1300台 那就是有300台 是非合同订货 单台是14000的成本 市场的报价是13000 税费是0.05 来来来 我写在这儿吧 这个得分开 这是合同 这是非合同 这是那个成本 这是那个可变现 咱拆开 你先说成本多少 成本的话呢 订货的1000是吧 它的成本是1.5啊 不不 1.4 这个是1400 可变现是多少 可变现是1000乘以1.5 税费呢 减去0.05 哎 这个算一下 1.5 减去 0.05 单台的可变现是1.45 乘以1000 是1450 这个是1450 这个是1400 人家合同是增值 不确认 维持1400不变 非合同呢 非合同是几百 300 300 它这个单成本是1.4 看这多少 300乘以1.4 这个是420 它的可变现是300乘以 哎呦 它的试价是1.3 1.3-0.05 这是 1.3-0.05 1.25 1.25乘以300 这是375 就这个 看见没有 选择他计价 这边选1400 这边选375 总共是1775 选B就对了 那它的贬值是多少呢 420 算一下 它贬值45 也就是说它的应提足减值准备是45 如果它提过减值10呢 那就补提35 提过50呢 犯出5 OK 就这么几个套路 搞定 你就记得分开算啊 再看材料的可变现 我们刚才聊的是完工代售品 完工代售品是终端的 材料的可变现 材料的可变现 这个得分情况 我们刚才聊的完工代售品比较好对付 材料的话呢 要分情况 材料分两种情况 一种的是用来生产产品的 一种是用来卖的 材料的主要的方向 以生产产品为主 那么这个卖材料 说明这个材料买多了 是没办法的一个处置行为 应该从它的主流方向考虑 就是用于生产为主吧 那材料用于生产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那你说它的贬值不贬值 跟它的材料市场价 有必然联系吗 我在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棉房厂 我这有一批棉花 这个棉花呢 我存着多少 存着100吧 存着100万 这个棉花呢 干嘛用呢 要支撑布 我这工艺特别先进 我这个布批啊 是世界一流加工工艺 现在有一个小问题 现在这个棉花大丰收 市场上的棉花 烙价烙得特别快 我就问你 你存的这个棉花 就是用你来织布的这个棉花 要不要提检值 不一定的 棉花的确在贬值 市场价在烙 我当初囤的话呢 价高了 但是呢 由于我的工艺非常先进 我的棉花支撑的布 世界一流 我的最终的产品布批 没有因为棉花烙价 而出现任何的价值的下跌 反而的话呢 因为我的工艺比较先进 抢手 价格有可能还在往上涨 这种情况下 你这些用来织这些高级布的棉花 市场价就算烙了 我也不确认 因为我的目标是要加工终端品 你听懂这个道理没有 就说呢 如果用于生产的材料 我的中端品没有贬值 那我这个材料贬值是没有意义的 我不确认 什么情况下 我这个用于生产的材料贬值才确认呢 那就是 我棉花贬值了 连带造成我生产的布皮跟着一块贬 或者说布皮的中端品贬值 是因为原材料棉花贬值的连锁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 棉花的贬值才有意义 你看这事的话呢 我跟你比划一下 听着 比方说这100万棉花 追加成本 30万 把这布皮支出来 这个布皮呢 预计支出来之后的预计售价 预计售价是 140万 预计税费 预计税费 18万 那你告诉我 这种情况下 我棉花的可变线怎么算呢 这样算 我说的是棉花用于产品生产的 用中端品布皮 预计加工完了之后 注意你的布皮还没有加工完 是预计加工完之后 能买140 减掉预计税费18 相当于先把这个中端品的可变线算出来是140-18 应该是1122 我算一下 没错 然后算完之后再嘎掉追加成本 30 然后算出可变线棉花是多少 19 是这么一个套路 会了吧 这样的话呢 棉花出现了贬值8 应提足准备18 剩下的话呢 什么提过准备1 不提4 提过准备9 反冲1 那就好说了 那个就好说了 这个呢 是想跟你说什么事呢 用于产品生产的原材料 它到底是贬值还是不贬值 一定要看中端品是个什么状况 中端品贬了 是你材料贬引发的 你材料贬必须确认 说中端品没贬 你材料贬不贬没有意义 你有啥意义 因为你是要造成中端品 中端品我没贬值 你材料贬值又能怎么样 所以说呢 不是说这个材料市场下落了 就一定要贬值 你得看它是干嘛去 你得是干嘛去 这是要注意的关键问题 而且呢 根据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套路 它的可变线怎么办呢 用中端品市场价 预计收价 当然中端品如果是合同 按合同价 俩都有怎么办 分开算嘛 用中端品的预计收价 减中端品的这个税费 先算出中端品的可变线 然后再嘎掉追加成本 然后算出中端品 所匹配的这个材料的可变线 来 我们溜它一遍 听了 用于生产的材料 它的可变线 一定把定义搞清楚 中端品的售价 减中端品的税金 中端品的费用 算到这个位置 是中端品的可变线 减追加成本 算出财的可变线 我们在这儿呢 再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煤炭100万 这是焦化厂的 焦化厂的话呢 需要追加成本20万 形成焦炭 焦炭的话呢 中端品这么多的焦炭 预计的话呢 它的市场价是110 税费是6 那么它的可变线 就变成110-6的104 104 然后 嘎掉追加成本20 算出煤炭的可变线 是84 等等我再给你划一遍 用中端品的售价 减中端品的税费 算出中端品的可变线 再挤掉追加成本 倒挤出煤炭的可变线 84 是这么一个套路 这是用于生产的 那个材料的可变线 一定要看中端品 预计售价减中端品的税金费用 算出中端品的可变线 减追加成本来倒挤 这个流程一定会 但前提是必须是用于生产的 那你这个预计售价 也得有一个区分呢 按合同价和市场价呢 这里看你的中端品市场上 有没人订货 如果说有人订货呢 那个售价按着合同价 没人订货的按市场价 表都有怎么办 拆开 做一个 假公司库存原材料100件 单件成本100块钱 用于产品生产 材料追加成本20块钱 加工成一件完工品 注意啊 是一个材料配一个完工品 合同订货60件 订货价180 市场价140单件 税费单件30 走 来 100件 合同订货的是60件 非合同订货的40件 那么合同订货的这一波 它的材料成本是6000 怎么来的呢 我给你算一下 这个它是单件多少 单件成本是100 这不6000吗 这个是单件成本100 直接算过来的 这是那个材料的成本 材料的可变线得结合中端品吗 因为它用于产品生产 这是合同订货的终端品60件 这是合同的价钱180 这是30是那个税费 算到这儿是终端品的订货部分的可变线 减追加成本 没错 到底出的是7800 7800和6000相比 它显然是增值了1800 维持这个不变 那这波呢 非合同订货 这是那个40件的非合同中端品订货的市场价140 减去税费 然后算出没有订货的可变线 再减追加成本 没错 算出它的材料的可变线是3600 和4000相比贬了400 应提足准备400 它那个期末计价用哪个 用这个 这输低吗 这个也输低 它俩加一块是9600 期末计价 OK 应提足准备是400 提过准备100 那就补300 借资产减值损失300 带存货低价准备300 如果提足准备是500呢 那你多了100 反重准备100 倒过来写就可以 借存货低价准备100 带资产减值损失100 用于生产制的材料 中端品没有贬值 材料不认定贬值 刚才说过了 中端品发生贬值是你材料贬值造成的 你就得算材料的可变线认定它的材料的期末计价 看个题 18年的单选 甲公司生产X产品的生产销售 存的这个材料 Y 库存5600万 加工的追加成本是1800 中端的售价7000 税费300 这个它这有一个什么外材料 如果单独卖的市场价是5000 这个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外材料是用于产品生产的 那它的市场价对咱们来讲 没有参照义 那就是 这就属于干扰条件 拿7000 中端品的售价 减去中端品的税费 减去追加成本 到底 看一下 7000减300 再减去1800 4900 可变成499 它的成本是5600 贬值了700 贬值700 算A OK 搞定 再看用于销售的材料 如果材料用于销售的话 那它的可变线就跟那个完工代售是一样的 这就等同于完工代售 等同于完工代售 材料如果用于销售和完工代售 没有本质的差别 用它的材料的依据售价 减材料的依据税金和费用 到底就可以 2020年12月31号库存配件100套 单套配件12万 那就是1200万的成本 这个配件用加工100件商品 商品需要追加投入 单件17 市场价卖到28.7 税费是1.2 来 整它一上 28.7减去1.2减去17 是单个配件的可变线是多少 28.7减1.2减17 这个等于10.5 10.5的话呢 它这个单位配件是12 看见没有 12的话呢 这个贬了多少 一个贬1.5 总共100套 那就贬150 以前提过简直吗 没有 那就150 算C就可以 因为它是一对一的匹配 这样的话 你可以把单个算出来 算它的贬值幅度 直接乘100件 你可以 省事吗 再看这个 A材料10吨 一吨20万 加工生产10件 然后追加成本是110 总的单件完工品的税费0.5 签了个不可撤销合同 单位合同价30 等会儿 你拿了一个30减谁 0.5是单位的可变线 中端品的 几个中端品 10件 然后追加成本是多少 110 这不就结了吗 30减去0.5是29.5 29.5乘以10是295 295减110 总的可变线是185 185总成本多少 总成本是200 贬值幅度15 以前提过简直吧 没有 直接提15就可以 算B 行了 这是它的可变线的一个完整推道 难度不大 所谓的完工代受品 用于生产的材料和直接卖的材料 它只是标的的方向有所不同 但本质都差不太多 存货减值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 是不是到了期末一定发生减值 注意啊 没那么倒霉 存货发生减值是 首先有迹象发生 才去认定它到底减不减 如果人家没有减值迹象 你是没有必要测算减值的 听到了没有 必须有迹象 当然是有三样资产和迹象没关系 比方说商誉 没有期限的无形资产 研发支出的借方余额 这三个资产 不管期末有没有减值迹象 都要去检测它是否减值 但是大部分的非行业资产 先得发生了减值迹象 你才去想到测试它到底减不减值 存货也是这样子的 看看有哪些减值迹象 证明它要发生 减值了呢 第一个 市价持续下跌 预计没有回升希望 比方说汽车 最典型的 你库里面囤着一批车 这个车的话呢 越囤越不值钱 知道吗 第二个 这个材料的产品 生产出的中端品 成本大于售价 生产的越多 亏的越多 第三个更新换代 人家没人要这东西了 你这个材料的话呢 又卖价又卖的亏 就是它的市价又低于账面 那就说呢 生产也亏 卖掉原材料也亏 那就肯定是贬值了 第四个是消费者的偏好改变 没人要 第五个是其他增长 对这种减值的迹象 大家理解一下就可以 不用去背啊 没有必要 19年的多旬 确定存货可变现 要考虑的因素 这个考虑的因素 有这么几个方面 在这的话呢 这个问的有点偏了 这几个都有 持有的目的 销售的价格 采购的成本 日后事项 它这几个呢 是摘的原文 你看见没有 原文里面是这么说的 确定可变现 要以证据为基础 什么证据啊 采购成本 加工成本 这些证据 另外可变现的确得证据 包括它的市场价 以及它的类似的市场价 以及相关的成本数据 还有持有的目的 以及日后事项 这种题你不用较直 因为它一般的话呢 这样考的概率比较低 属于摘原文的考法 这个谁也没法做到 你除非带着书去抄去 那你得背着43本书去抄 这个我们在这呢 这种死扣准则原文的这种题呢 你不用太较直 我觉得概率比较低 你完全可以放弃这种题 减着迹象的话呢 知道就行了 再来 什么情况下 要全额提减值 意思是它一分钱不值的 这里面有煤烂变质的 像三路奶粉 已经过期没有转上价的 生产中不再需要 没有使用价转上价的 以及其他证明它不值钱的 科目的设置用的是 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跟存货低价准备 刚才你也看了 它的操作过程是 算出成本 就账面有 算出可变现 比方说成本10块钱 可变现6块钱 这就证明 它应该提足的减值准备 是4块钱 那么提过准备是1块的 不3块 提过准备是5块的 反充1块 计题时 解资产减值损失 带存货低价准备 反充时则是倒过来行 存货低价准备的计算方法 单向比较法 这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一个比对 这个我们来一个 比方说 假存货的成本是10 可变现是8 它的应提足减值是2 你看它提过几个 假提过一个 这样的话 它应该补一个 简单吧 乙呢 乙的话成本12 可变现15 这个是增值 增值应提足准备是0 应提至0 那等于说就没有简值 它提过多少 提过2 这个的话呢 应该是反充2 丙呢 丙的话呢 是18和15 应提足准备是3 它提过多少 提过1.5 那就补个1.5 加提一个 以充两个 丙提1.5个 净提0.5 选择比就得了 这个就是单向比较 就一个一个对 什么叫做分类比较呢 分类比较就是一个类别 统一的比对成本可变现 这个方法听着 它就不是特别严谨 在这儿呢 我们一般用单向的多 你可以看一下分类的 甲公司存货有两大类 M大类和N大类 M大类有AB 俩存货 看着啊 A的话是成本30 可变现40 期末计价算他 单向的话 B的话是成本45 可变现38 期末计价算他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A是增值不确认 B是贬值7个要确认 这是它的一个简直的思路 单向的 如果按照分类比较法下 那就捆的一块的成本是75 捆的一块的可变78 那就是没有贬值 增值了3 应该维持原成本不变 这一看的话呢 单向比较法算的简直是7 没错吧 45跟38比嘛 你看我减一下 7嘛 单向有个7 但是作为分类是没有简直的 这就是单向算的简直 一定比分类要高 这不有吗 单向的话 算30 算38 最终是68 这个呢 维持75不变 N的话也是这样子的 N类里面的C 你看成本24 可变现22 算他 贬值2 D的话呢 是成本35 可变现40 维持原成本不变 这样的话呢 维持的是22的口径 和35的口径 为57 如果是打包分类的话呢 分类59 分类62 那他应该维持59不变 他就没有简直 而这个的话呢 还有简直2呢 这就是单向算的简直 比分类高 明显的高 走 为啥呢 因为他这个分类 是把单向的增简直 做了一个相互冲底 你肯定会造成 简直的额度就会少了嘛 我们一般都用单向 单向比较反向的 那个存货准备怎么转呢 他用的那个词叫 同步同比例接转 同步同比例 比方说存货卖走三分之一 那个准备要跟着转三分之一 这叫同步同比例 这个同步同比例呢 我们得找个题 把它比划一下 来看这道教学题 M公司对发出存货 采用加权平均法转成本 按单向比较反向 算存货低价准备 二年初的存货是 1200件成本 360准备30 等会儿给你标在这 看啊 标在这 这个是准备 这个是库存商品 我们叫它库商 这个是360 没错吧 这个准备是几时啊 是30 OK 本期呢 没有进货 但是它卖出了400件 等会儿 你这期出是多少件 是1200件 卖出400件 就三分之一出去了 余额出去了个120 那个准备也得转走三分之一 转十个 转商品的余额120 准备转十 这个分数怎么写呢 这个分数啊 应该是借主营业务成本110 借存货跌价准备时 带库存商品一把 应该是这样做的 借主营业务成本110 借存货跌价准备时 带库存商品一把 同不同预理吗 然后这边余额上2400 这个呢 是上20 看好了啊 他说他剩的这800件 28800件 1200卖走了400件 这不上800件吗 800件的话呢 年底的这个售价单件是0.26 0.26 税费呢 0.005 这是他的单件的可变线 然后再乘以800件 你看看他等于几 0.26减去 0.005 落的是 0.255 乘以800 这个等于204 204和204相比较 应提足的简直准备是36 他提过20要调到36 应该补16 对对对 应该算这个数 算则B就对了 这是这个题的解析过程 这个题解的过程中 关键的地在这儿 就是这个准备一定要同步解转 看见没有 你转三分之一 我这儿也得转三分之一 这是同步的 我们所说的同步同比率说对的意思 分类比较反向 由于它是按照一个类别统一体格准备 它没法做到单个的某一个存货和准备进行匹配关系 怎么办呢 加全转 用七出的准备除以七出的余额 算出单位余额的准备 乘以它的解出的转出的余额 算出转出的准备 这么做也对 它总之一句话 就是无论如何要同步同比率 这么说也对 卖掉的话 怎么转呢 借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借存货地价准备 带库存商品或原材料 债务充足非货币呢 那就直接转呗 这个以后再说 存货准备是必考的 不用说的 来我们看这道案例展示14年的 03年底 甲公司库存A材料余额200万数量10吨 全部用于生产币 实价 合同约定 甲公司应该在5月1号之前下一年的 向他发出实价 单位售价30 追加成本110 税费0.5 03年底的话 市场上的这个报价 这都没用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属于干扰条件 你这个材料是用于中端品生产 温管的 那你这样子 直接拿中端品的合同价多少 30乘以10 税费呢 税费是 0.5乘以10 OK 追加成本呢 110 这一算不就出来了吗 来 整在一上 300减谁 减5 再减谁 减110 这个等于185 成本呢 成本 成本200 200和185比差15 以前提我减值吗 没有 提数就可以 选择C 再看17年的单选 甲公司一般纳税人 1月1号库存的材料 2500 账面2000 哎 他这个准备是500 相当于 没错 然后 买材料的 发票注明的进价是3000 进向税390 先进先出 发出 发出的是2800 没说准备的事 然后呢 当年底的材料成本 大于可变现300 应提足准备300 哦 他这个提 价坏 你知道吗 你看 2500 配的准备是500 他发出的是2800 2800 2800的话呢 他一定是先把谁发出 先把这个2500发出 然后这300是发出新购的 这个 那等于说这500的准备都发出去了 发出去的话呢 然后他剩下的说成本可变形差300 那你应该直接提300的准备就可以 这种情况下 你看他剩多少 我给你找一下 3000 发走了300 剩2700 呦 2700的话 我看看啊 再剪去300 剩2400 算A就得 这个 他这想的比我想的还要剪的 他是把这个余额先算出来 看见没有 然后直接把准备一剪就行了 他这就没有考虑发出存货的 准备这个步骤 他没有从一个角度去想 这么做也对啊 人家是另外一个思路 一样一样 反正你得调到300嘛 来我们看一下17年的单选 16年12月31号 甲持有原材料以200吨 单吨的报价是20万成本 那他的总成本多少 4000 这个材料用于加工的是饼产品 一吨造一件 那他是200吨造200件 单价售价21.2 追加的成本是2.6一件 以材料的市场价19.3 这个用处不大 因为我们这个材料是用于产品生产的 然后在批报之前 这是说的热火期间 热火期间还没讲到 后面会讲的啊 你就记住他是在年报的酝酿期 就是在你把这16年底到17年的4月3号批准爆出 那么这个期间的话呢 属于日后期间 他说他的价格涨了 这个材料也涨了 商品也涨了 这个跟咱这个年报就没关系了 日后期间的价格波动 我们不记住年报 以前没丢减这问题多少 那你直接用刚才的年底的那个市场价21.2 减去2.6 他这没有提供他的销售税费 那就是他呗 你看他单件多少 21.2减去2.6 18.6 18.6多少件是一吨噪 已经200吨了 乘以200 等于3720 3720和4000相比 点值了280 算币就得了 刚才这个题呢 他主要是问的是 日后期间的价格波动 对年报值班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顶多是披露 来看一下19年的单选题 08年底库存材料1000件 单位成本2万 那他的总成本就是2000万 他这个材料呢 加工的对象是饼产品 是两件材料加工一件中端品 那就说是总共会加工500件 500件的话呢 最终的 他说这个年底的材料售价 这是划掉 他没有用的 中端品的售价4.7 这个有用 4.7 然后追加成本是0.6 减去0.6 销售税费是0.2 减去0.2 乘以这500件 看看他的可变现是多少 4.7 减去0.6 减去0.2 3.9 3.9 乘以500 是1950 他和2000相比 应该差50 减减之50就可以 另外他这给了 日后期间的这个价格波动 这是咱们的温馆呢 刚才说过的 20年的单选 库存M N 两个设备 账面是2000 1000 可变现2400和800 我的天哪 难道这么简单吗 2000和2400算他 1000和800算他 打爆2800吗 算谁 算B就可以 这是20年的考题 简直太过分了 这些简单的都是令人发指 再看20年另外一个题 这个题有点难度 房产商有一块地 这个地呢 房产商拿了之后 是作为商品 属于开发产品 21个亿 这属于原材料 相当于 原材料 因为它盖房子 盖房子 这个09年底的这个地皮的周边市场价 这个的话是属于材料的报价 相当于不用管它 中端品的话能报65亿 追加成本33亿 来 65亿减去33亿 税费假定是918减去9.8 这就是这个我们地皮的可变线 你把地皮想象成是原材料 造出的终端品 卖65亿 33亿是追加成本 9.8亿是税费 这不就写出相当于这个 开发地皮的这个可变线吗 65减去33再减去9.8 22.2 那它的成本是多少 是21亿 看见没有 人家没有贬值 维持21亿不变3C就对了 这个呢是站在房地产商的角度 它把这个地皮当作类似于原材料的角度来思考 其实是一回事 存活的基本价降完了 再看盘盈盘亏 盘盈这事已经聊过了 借某某存货 某某存货 代代处理 充管理费 盘盈的存货一般是收发计量差错所致 一般是收发计量差错所致 盘亏的话呢 什么东西放着放着会少 汽油 酒精 挥发的这个 借代处理代某某存货 某某存货 那么这个性向税是否一定要转出呢 记得管理不善的才做转出 什么叫做管理不善 就是企业资深的责任造成 比方说内贼 内贼 属于管理不善 外贼属于灾害 内外勾结这种提不考主意 性向税是要转出的 管理不善是要转出 归属的对象 正常损耗走管理费 赔偿走其他人收款 意外灾害损失走意外支出 这个呢 回头要把它和现金跟固定资产做比对处理 行了 我们看本章的关键考点 本章的关键考点的买的环节 买价加关税加运费加装卸加保险加转运环节的仓储费 这得知道 关税的测算方法 买价乘以关税率 进口商品的进项税是买价加关税成13% 合理损耗及存活成本 生产中的必要仓储走制造费 其他情况走损益 用于广告营销的走销售费 商贸企业的话呢 这个代摊进货费可以忽略不计 主要是第一个和第三个 第一个和工业企业一样 第三个的话金额小的所当期则 委托加工这个成本有成本发出产的成本 加运费加装卸加保险 加工费的话肯定加进去 但是增值税是可以抵扣的 消费税收回后直接卖 或者是用于非应税消费品再加工再买实际成本 用于应税消费品再加工再买的实际应交消费税借方 形成一个等待抵扣最终补差的问题 组成继税价得大概知道 材料成本加加工费除以一减消费税率 其他方式私行生产方式的三项组成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加制造费 非正常消耗的这个呢 虽然灾害走以另外支出 管理不善的管到管理费里面去 投资者投入是双方预定价不公平的除外 债务重组非货币以后再说 盘盈的按重置成本充管理费 听估老五的话呢 基本上不考 存货简直的迹象有五个 这五个呢 我觉得熟悉上就可以 没有必要去背 全合体检查的四个也是了解 可变现净值 完工贷售品要用预计售价 减预计税金和预计费 这个预计售价分合同非合同 如果同时都存在 要拆开算 用于生产的材料 一定要用中端品的售价 减中端品的税金 中端品的费用 算到中端品的可费线 再减追加成本算出材料的可费线 合同订货按合同价 非合同订货市场价 就是中端品的 两个都有的要拆开 用于出售的话很少考 出售材料一般是指的特殊情况 它和完工贷售是一个待遇 用它的预计售价 兼预计销售金和费用 倒计即可 存货准备是同补同比例 转的方法的话呢 是借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借存货低价准备 带库存商品或原材料 存货发出计价 先进先出 加权平均 移动加权 个别计价 主要是算俩数 发出跟节存成本 盘盈盘亏的话呢 已经说过了 盘盈充管理费 盘亏三条线 看到没有 责任赔偿走 其他业收款 意外损失走一页外 正常损耗走管理费 管理不善的话呢 进向税要做转出 不得抵扣 行了 存货到此为止 作为一个非常关键的 流动思产 一定要重点盯防 它的基础理论 和基础计算 本章非常关键 一定要认真准备 本章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再见 OK